这边的话是选择搬掉了船长 上一把BF的船长是给了沙尔克林斯很大的压力 主要是就船长跟卡尔玛上一场的那个太极 你知道就打得他们很难受 确实在这两个英雄上面他们找不到任何的一个结构点 这边是选择搬掉了克烈 搬克烈 其实我感觉搬克烈应该是个鳄鱼 有想拿鳄鱼的想法 但其实沙尔克林斯可以搬的 因为你搬鳄鱼的话 一是可以遏制对方拿一个英雄 第二点是可以帮自己的剑魔做一个生态 但我觉得他针对BF不太直 他现在最好针对打野 因为BF这个赛季红了13个英雄 你真的不知道他会拿什么 而且这个这种他如果就是 他如果觉醒一点 他狮子狗都可以拿 是 这边果然还是要针对打野 搬了一个拉夫哥 但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的打野在场的 布鲁克萨自己的一个瞎子也在 他瞎子现在在包括像是 巨魔 对 巨魔都可以拿 因为也是欧洲就LEC包括LCS 特别喜欢用来打中美的一个英雄 都在外面 而且他这首是不急得去拿的 说实话他这首摇摇的有点别角 因为在 就是如果说和我为了要做功课的话 这首是204应该是个中单简摩 上单应该是个凯南或者蓝博 Fanatic这边看一下怎么选 是一个打野和一个上单 果然 还是高布鲁克萨拿一个瞎子 确实在他现在剩下的英雄里面 是布鲁克萨胜率最高的 以及使用率最高的一个英雄了 不过 得定心了呀 自己要把自己的阵容给亮给别人先看一眼 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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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选择 EZ走下 这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因为平常我们看到这套阵容 肯定都是一个卡尔玛走AD 这一把这一把竟然选择了EZ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觉得他有点想放 就拿EZ的锐尔代的话 就是属于那种 他可以自己在塔下挂机玩 然后在中期的时候 中前期的时候 可以不断地让派克去找一些机会 蓝博这边选择了这个赛季 Odd1的没有输过的一个英雄 是的 其实这把阵容选下来 我看了一下这个阵容 还是觉得FLANTIC前期更凶一点 而且他知道阵容在前期做事能力很强 但是说实话他打到后期 他也不是说不能打 因为他这套阵容的牵扯能力很强 而且很灵活 整体拉扯非常的灵活 沙尔克这把和上把不一样 他这把反而是要打一个 就是说前期可能速度要打得慢一点 保保自己拦博 但问题是他前期如果钢不住的话 FLANTIC这套阵容鬼 又是很容易滚起来的 很容易直接把他们前期的一个防线 给撕扯开 而现在可以看到的一个点 就是其实SHAKLINSE这边是 整体英雄如果一旦到了6级的话 其实对线上的威胁力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他的线也配合能力非常的强 而且伤害也都是足够的 我感觉这首是骗得挺彻底的 因为把解说和这边的 把SHAKLINSE都骗进去了 我与同就信了你的鞋 我但是就我和那个 就SHAKLINSE他这边应该都是觉得 这个卡尔玛应该是去走AD位的 包括他办了一个船长 他也是觉得 就你这个卡尔玛 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走上单的 他也不可能说把阿卡丽摆到AD位嘛 是 这一首是完全没有想到 AD出了一首EC的 是 不过这个阵容 不过其实反正TK他这样换线之后 你还是能够看到一个点 就是他对于线权的一个强调 他无论是上一场还是这一场而言 其实他都尽可能地在帮助自己 最多的路线去拿一些对线的主动权 线权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能够支塔皮 能够尽快推塔 FNK为了牵扯边线 他前期的推塔能够能够推到 是非常重要的 我愿意地把这个问题的变得非常重要 对不对 对 所以为什么你是继续的 我认为 这些敌方是非常的重要 如果价格脸预处 尼人使得得还不过 如果价格脸预处 因为 他这边的话其实主要还是表现出对自己的一个阵容 还是比较有自信的 而且他也提了一个点 就是Fanatic这边的卡尔玛拿得真的很好 他觉得是他们BP里面做的很亮的一个点 因为上一局Nemosys有用 然后B-Apple之前也有用 特别是Rickless这个点也有用 然后这手卡尔玛拿得沙尔克林斯挺头疼的 他甚至浪费了一手船长的这个班位 但是我感觉啊 如果说船长放在外面的话 有可能就是一个上单船长 然后AD卡尔嘛 因为之前就是配就配卡尔玛体系里面的话 一般都是一个辅助的派克 就为了来补伤害 那这边镜头给到的话可以看到 双方在早期的一个没有做太多一个入侵 也没有往对方的野区做一些比较深入的视野 而Nemosys这边是很想让自己的战队啊 在前期是能够拿到比较不错的一个优势 他是少见的带来一个红扫描 哎 蓝波的位置被发现了 这边的话蓝波的位置是先吃一套RQ的 走逼这把还是挺有趣的 再带来一个奥处会心 这个如果说上单打蓝波的话 你很难打出什么太大的优势 我感觉带偷钱会稍微多一点 哎 但这边盲森好像在我们的视野没有看到的位置已经来到下路了 这是一个早早的对下路的一个动手吗 伊根纳尔这边有点危险 视野插进去 这边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 他没有进草 不知道这里有视野 下路叫我来 我二级就来了 但是这里没用 因为他出草的那一瞬间 这个勾 伊根纳尔觉得是交闪现去躲的 而且这个勾没有勾到 如果勾到那个位置的话 伊根纳尔觉得交闪现 是的 不过这边顺路要来蓝buff区做一个骚扰嘛 但夏克林斯的辅助先来到了这边的战场 自己的海里桑也怪了 而且有个等级的领先 伊子也来了 这边中路剑膜也来了 这边来蓝buff区 伊根纳尔拿到了 而且朱姆尔这里有点危险 交闪现过去 一QQ到 这边叫布洛尔拿到了伊线 而且中单亚 阿波大概也走不掉了 人头是让盲森拿到 完了呀 哎 这边又勾到伊根纳尔 交了一个闪现 调整一下位置 但后续布洛尔又跟上了 不过 因为在防御塔下 所以是一个安全的位置 完了呀 夏克林又崩了 但现在这个三分钟的节奏对于反弹 迪克尔也是赚的盆满钵满 就人头也拿到了 然后野区资源也抢到了 朱姆在接下来的刷野上会非常的难过 我们也提到了在bp的时候说到 夏克林斯是一个当所有的人物来到了六级之后 会有一个不错的线也搭配 不过再我们聊更多的时候 先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其实早期的时候可以看到反弹迪克这个视野 是提供了很关键的一个信息 而后续的话 虽然一个是利用路线的一个便捷 但这边可以看到 布鲁克尔一个精准的Q 这是没有视野的Q 是 而且后续的话 但是有可能是有点燃的那个残留视野 知道他大概在哪个方位 不过这个Q也是非常精准 拿到了这个拿到这个人头 是的 而双方打野又在上方是做了一个靠近 而这边朱姆其实是难以在这个时候 跟布鲁克尔做一个竞争的 因为刚才这一波 Fanantic非常省 他甚至没怎么交技能 海里桑就交了一个点燃 其他所有人都没交闪现 现在我感觉 萨尔克挺难受的 哈哈哈 你刚说完 闪现就被逼迫了 交了一个 打得太 就海里桑这边 我觉得他从目前你看到下路这些交货 以及画面给到的时候就会发现 海里桑这个派克是打得极其的主动以及大胆的 他甚至会越过这个辖区打一些控制 海里桑在我们之前一起看LEC的 兄弟里面 大家都叫他 就是欧洲的派克王 当然是在Wonder玩派克之前 就之前辅助派克出来的时候 他的辅助派克是真的很厉害的 而且这个赛季也是用得非常好 但是确实刚才打得有点激进 一个点燃把他闪现给逼出来 位置太差了 而且被那个墙壁给卡住 布鲁克尔这边来中路做一个 反蹲吗 其实应该是他想要中路推线 然后他要走旁边那个位置 他这里如果想杀剑魔会有一点点难 毕竟剑魔像是有一个闪现的 哦 这边直接挂上去 但是一个没有六级的阿卡丽 这边过来惩戒给到找一个角度 但有小兵的一个掩护 那Abdoggy是可以存活下来 因为前面兵太多了 他哪怕惩兵去 惩兵去Q也Q不到 有点难 对 Q到了 不上不上不上 没6啊没6 没6都 都淡顶点 淡顶点 而且这种芒僧他是那种战士下 他不是说自己出一个电刑 直接踢进去秒人的 他是要跟对面稍微纠缠一下 确实 他其实出一个征服者的话 更加的匹配他对方的这个阵容 因为对方其实有一定的前排在 有征服者在的话 可以让他打更多的一些伤害 这边 这边动龙很早 好 这边猫黄理论他来了 8分钟前拿水龙 而且这条水龙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 因为派克和伊泽都是挺是水龙的一个影响 就对于反弹技可一样啊 就和上一场一样 上一场他们是一个拉扯阵容 然后三条水龙特别爽 而这一场他们是一个poke阵容呀 我有一个卡尔玛 有一个伊泽瑞 而且卡尔玛还带着这个会心 你再拿到水龙的话 无论是在对线期 还是说在后续的一个拉扯中 都能够给到他们这个团队 特别大的一个方式 哎 这拉下 这拉下来了 这个位置是直接从岸上拉了下来 人头分配一下 是让给了Rekles 一人一口汤啊 一人一口汤 人头是让给了Rekles 但还得上再忍 等我到六级了 这人头我就必收 现在我还小 兄弟先拿 这是先让你拿一下 待会你就没了 这直接一个芒沟勾下来了 挺可怕的 而且 他们肯定是在出手之前 大致有这个随时的地图信息 但这个芒沟也是特别漂亮 我觉得其实Nemosys真的是 他算是一个比较 很为很愿意给队友 就是资源的一个选择 打日夜嘛 他刚才是交大招上去的 讲道理 我阿卡丽第一波大招 你不给我个人头挺过分的 而且你一直是有偷钱的 但我抬头一看 是一个很帅的欧城 让了让了 溜了溜了 让了让了 哥你拿哥 我感觉这个还是 挺有意思的 你之前打卡牌打多了吧 卡牌也是学校上人头的英雄 就更多的也是 确实用一个技能来打下控制嘛 今天海里桑过来 帮助自己的阿卡丽 做一些推线 推完线的话 而且这个时候的海里桑 已经逐渐的可以展现出 他这个英雄游走的一个特性 这提上线 比较好还是要出点输出装的 他这套中前期会很厉害 当然萨克林斯也不要急 他这套中期 就是说往后拖是可以打 但是中期蓝薄一定要站出来 蓝薄不能说自己在上路 慢慢发育等着滑水 因为毕竟对面有个卡尔玛 他这个大招很容易就是说 卡尔玛给个群盾没什么效果 就可以尽可能地去规避 蓝薄大招的一个影响 但这边反正TIC利用一个英雄的特性 是不断地把视野 在往夏克林斯的野区去布置 而这样的话 也是能够让他们获得 更多朱美的一个信息 而朱美一旦位置被洞察到的话 其实夏克林斯很难 在中期找一些节奏上的变动 这边真要杀其实没有那么好动 没有那么好动 主要还是不确认这个珠美的位置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剑魔 它有大有闪 你是很难一套把它斩杀的 它可以一直通过这个大招 就加的回血给回起来 是 这边镜头给它上路上方 是一个换血 从目前这个拉扯来 看明显比VIPO要更专一些 但是 我本来也认为VIPO不会这样去换血 它很明显就是偷钱 带多了 然后现在一直想去换 假光我自己偷到了很多 这边芒森被勾到了 这边直接上来要打 这边把大招也交到 这个虾子当时给了奥独奇 而海里桑的话 利用第一技能 就是那个特性在做一个拉扯 阿卡丽在后续 在侠阵里面 掩护自己的队友 马里克里斯这时候也赶到 开启大招一个奥独奇 这边还是这个缠斗收掉了 海里桑 这边还要打 那边甚至能走吗 把闪现调整的一个爆炸果实是走掉了 海里桑刚才是闪现还没好的 所以自己那个位置非常危险 而且看欧城这里 被闪现 一摆了回来 这里一个灯笼接过来 他虽然一技能往塔下逃 但是也没有逃过阿布达给这把剑 最终这一波是打了一个零换三 12和0三打回来了 他真的不急的 这个阵容是可以往后打的 现在这一波打下来 剑魔这三个人头啊 中期真的非常关键 这和上一场就不一样了 上一场的人头分配 可能被我们讨论的比较多 但这一场的人头分配是很完美的 决枪冻下篮波 水了很低 Q一下没了 Q一下没了 踢到了 这边直接二段上去收掉 而且还是比VIPO在做一个扛塔 其实他往外拉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有小兵 这边BROCKER不会被他打的 兢兢业业蓝领 就不让自己的队友在任何时间处于有风险的可能 哎但这边好像并不知道 夏克林斯人已经赶到了 比VIPO的位置很差 这边是没有闪现的 这要躲一钩 这要躲掉 一个小小的走位 但一个呢还可以找一个角度刷一下E吗 这边伤害打得很高 闪现曼天配铺了一下 这个道沟没有拉到 还是最后一点血 是让这里边的BROCKER和BROCKER收了一波 这边人头做了一个互换 这边BROCKER这个走位啊 他走位居然是扭掉了对面的一个道沟 而且旁边这里 阿波达克有点危险 没有闪现没有大招 一技能拉一下 这边是拉一下身位 但是自己是被艾利桑拿了一个瞎挡 而且理财的派克 如果让他有个人头的收入 哎这边听上去要打 知道猪妹测移是没有队友的 自己是一个征服者在 好像有一个机会吗 没有机会啊大哥 摸檐走 但一个鞭子收掉人头 下面是一个兰博也在打 大招上去下一个血量 而自己将位移往后拉 瑞克里斯找了一个机会 输出了不错的伤害 但是现在EC由于没有 还没有磨蹤 所以没办法 得是直接选择拿大招倾线 奥多奥的往后拉 刚才这波 我说实话BROCKER上有点不太理智 他是没大招的 对面猪妹有大 他自己上去哪怕打出征服者 也很难杀 嗨了吧 嗨了嗨了 现场的气氛是真的好 现在经济分的 还是领先的 但是这个领先对于 萨克林斯来说可以接手 狭狗先锋拿下来 然后把这个卡尔玛塔一撞 这样萨克林斯 可以把自己节奏 稍微提的快 两一把 两把虽然都是说 萨克林斯拿了狭狗先锋 但是在拿下五千锋之前 他的节奏就已经断了一些 是 而且他之前下五千锋释放的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差 来看一下这一波的回放 是上路 萨克林斯对于 双人组的一个换线 然后一个VIPO 很痛 然后一勾 躲掉 一个拉 这里upset很急 他还闪现大招 倒钩还被对面给躲了 这里 倒钩是一个钩都没有拉到 而且卡尔玛在死之前是放了一个技能出来 是帮自己的盲森补了一下伤害 而这边的话 就Brox想的有点太多了 人家其实撞了一下 打出一个余震 这边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是 而且大招也在身上 让Brox 虽然他是一个很肥的盲森 但在这个时间点 确实还是没有状态更加完善的 中美做一个抗争的 这边双方是换推塔 Fanatic拿医学塔的速率 好像稍微进度慢了 那么一点点 但这边人有点多 看upset继续推 这边应该是可以让Sharic 04拿下的 Sharic 04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 差一点点 一点点 但这样的一个精力分配的话 反而还是让Otusker拿到的经济 其实还是要比对位的upset更多一些 这把他的发挥空间其实还挺大的 因为如果他不想死 那Sharic 04能对他造成危险人 是比较少的 在刚才回放的时候 我们是看到了Fanatic拿到本场比赛 第二条小龙 也是条水龙 现在双水龙前期 Fanatic会过得很舒服 下条火龙双方如果真的打起来 感觉Sharic 04可能会稍微吃亏一点 就Fanatic 但是Fanatic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兰博 以及珠美大刀的一个释放的时间 以及距离 他们如果能把这个距离感 把控的比较好 然后频繁地利用两条水龙 带来一个消耗能力 以及自己英雄的一个特性 然而在开战前 能够把Sharic 04的血量削减一些的话 那对于他们而言 防处是比较大的 上半区Sharic 04没有什么防守事业 我觉得Fanatic如果说 想要下一波把火龙稳拿的话 现在就上去冻下这个兰博 上去冻下这个兰博 下条水龙几乎就是稳拿的 下条火龙几乎就稳拿的 双方都躲在对方的视野后面 但后知后觉去发现了 没来得及牌 没来得及牌 但他知道那是优眼 下条龙的话还有三分半 现在大家其实对于下路的一个 视野布置都还并不算太多 这边一个呢 还是在刻意在保护的一个upside 现在中路的兵线 也是处于一个军事线 upside现在虽然没有人头进杖 但是他的装备还行吧 因为EV毕竟是投钱 而且装备比较便宜 这边 后头呢是直接交了一个大招 来清上路线 他的蓝薄主要是厉害在 他前期找节奏的能力强 下一波龙团 应该是他比较容易发力的一波 是 而且他现在装备 也已经在为了早期的一个团 但都准备了 两个小法穿都是在手里了 这个时候的大招 还是有可观的一个伤害的 这边直接往上转 就是蓝薄是没有大招的 是应该可以拿下来 就开始我说的那点 如果能载一波蓝薄的话 下条龙是稳拿的 但蓝薄溜了 蓝薄直接去中了 就玩蓝薄玩的多 被打的也很多 所以知道这个节奏 大概会往哪个方向去谱写 这边Nemus也是知道 自己的兄弟都在上半区 溜了 他是直接退到了一个自闭草丛 稳 纠极稳健 而且夏克林斯这边 兵线不算太多 所以他们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防御塔给拿下来 其实Fanatic要打的话 一定要步步为营 下波龙团只准赢不准输 他如果下波龙团输了 那后面再打团战 就真的很难打夏克林斯了 这边应该是交了一个 异技能的时候 看了一下 中路找个机会 这边是交出了一个闪现 海森拉开了一个神功卫生 是被挂了一个点燃的 这一波 伊根纳是交了一个双招 下波可能会有点危险 还好下波有秒表 这样的一个互换的话 对于Fanatic明显 是要更专一些的 因为他自己交闪现的人员 是这个派克 而夏克林斯这边 这里伊根纳 这边RQ打到 这里是节奏 这一个金身 BMP这里有点危险 应该叫交闪现 他闪现往哪交 交到F6 但是旁边 阿波达给紧追齐后 而在正面的话 海里桑辈找到了一个机会 然后Upside拿到了人头 阿波达给在正面 还继续找BMP 这边输出行 不是特别构杀的这个建模 建模是收到了卡尔玛的人头 而且旁边 这边Broksha 也不特别好走 这边是给了一个眼 看到了Broksha的位置 一下平A 还让一下 Trik的一发平A 拿到了这个人头 而且在最后的一个角度来看 芒森也没有更多的技能 去威胁对方的人员了 没有做到任何的一个互换 而海里桑的话 其他第一时间是在 尽量的拖延这个猪妹的一个进场 这一波建模有闪现 没大招 Nemis也许可以动一下 他自己是有大招的 第一段大招 中 被动 然后再结上一个科技枪 现在A 再加上一个大招 第二段Q A AQ这边是Nemis拿下人头 他闪现交的有点 他闪现刚刚是第一时间脱离位置之后 想等自己的队友进场 但他最后的话 是被Nemis这个拉打给杀死了 就这一波龙团 真的不能再输了 他这一波 其实已经打得挺烂的了 虽然说是想杀AQ那儿 但是开始说了 他有秒表 可以拖时间 而且你看这个时候 海里桑是在拖延 中美这个位置 但第一时间正面 对于夏克林斯的一个围剿 已经失败的情况下 反正这个阵容 等于是被拉扯了 就撕裂开了 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去 配合自己的队友 打更多的一个伤害 而被夏克林斯 只能说一个一个击破 而且Fanantic现在是没有减治疗的 他对这个剑魔的威胁不够大 Brocks在这边 看着对方的人员来了 但因为雪凉的一个过分健康 但没有办法做更多的事情 这边火龙好了 火龙好的情况下 蓝波的大招还差一点点 而自己的其他队友 都是有大招 Fanantic站在悬崖边上 他这波输 其实后面就很难打了 他这波如果赢了 后面也只是说好打一点 哦 这里直接差 大招真的秒了 大招抓一下 大招躲掉 这波打下来的话 Upside应该往后撤 那这个龙应该是 哎 这里想要动 想要躲下去 这边大招 这个蓝波的大招 放得不是特别好啊 主要是他们两个 就夏克林斯第一时间 技能释放的目标 居然是 Fanantic这边最灵活的两个英雄 所以他的大招的流人效果 以及伤害效果 打得非常差 而Fanantic的话 这样的话也可以非常轻松的 不用人员来支援 就让自己的打野 可以拿掉这条火龙 现在火龙拿下 下一条刷风龙 对沙尔克林斯 来说是个好消息 他下一波 风龙可以放 放完之后再往后拖 拖了两条龙的时间 他就可以来接生本团了 这里有点危险 卡尔玛的位置不特别好 拉下拉到这个猪妹 一级能把这种低的猪妹 正面这边 奥特湾的是已经 帅人阵亡 让这边的一个broker 拿着拿到人头 但是由于刚才 表演破的位置实在太差了 他是没有闪现的 人头也被收掉 现在安博被军军的 其实有点惨 他的中期的作用 可能会被最大化的缩小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Fanantic在面对很多队伍的时候 队伍都希望跟他们打团 但夏尔克因斯 一旦被Fanantic这样拖延下去 进入他们的节奏的话 他们可能没有太多团的机会 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的一个节奏 其实很尴尬 不要怕不好往左走 左边是Abo Dagi 还有奥特湾 然后右边的话 又是一个猪妹和一个那 没办法 但因为兰博过去 做一个包夹的时候 自己承受的伤害太多了 也是被换掉 兰博这把还挺伤的 因为对面有个卡尔玛 而且自己 虽然这是奥特湾的 一个招牌英雄 但是由于对面的卡尔玛 然后再加上EZ 这个比较灵活的英雄 他能对对面造成威胁 实质性威胁的人 其实并不多 因为要么是有盾 要么就是有位移 就要么就是摸眼 我有摸眼 然后我有隐身 加速 然后又有一个卡尔玛 给到的一个保护 确实兰博在这场比赛 在面对 就不像打其他这种一样 那么好发挥 这边Brogashat 作为一个水银 应该就是想进去 强行一换一了 因为他这个做法就是 我进去不被你控 然后踢一个像兰博 踢一个侠一弯踢不到 踢个建模回来也行 就是我踢 这样踢一下 自己会让团战好打很多 因为盲森假如跟兰博 还有剑魔幻的话 他是血赚的 而且还有一个点 就肖克林斯 你可以看到 其实他这边所能够提供的 控制技能并不太多 所以他第一个命中的 那个技能会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盲森一旦有了水银之后 他容错率会更高 他可以做一些 更高风险的位置的尝试 而有了水银在的时候 他不会被猪魅 或者说垂尸一些技能 给留下来 这边缺个想动吗 这边可以点一下 他想清楚 他想清楚 他如果直接出来的话 自己位置会比较危险 瑞克莱斯身上是已经有了水银的 是的 他不怕 就现在盲森跟伊泽瑞 都不怕被开 而奥布朗基这边的位置 非常不错 Fantantique是没有发现 建模的一个所在的 我们看Fantantique 他所走的位置 一般就是 我没有视野 我是不会走出这一块的 是 他还打得比较稳健 现在一直在通过代线牵扯 这边 是选择在下半区 稍微做一下视野 他就是等下路 兵线过来 然后再来也去做视野 兰博现在挺尴尬的 兰博捕刀落太多了 奥布朗基这把 一直想要跟团做事情 这是他兰博招配的打法 但是这把发育受限 他在正面 如果大招放不好 而且他放好也很难 又起到作用 就很难放好大招 很难放好大招 就他可能会 第一时间放的位置还不错 但后续的效果可能就 就勉为其难 而且他也不好上去烤人 主要是他上去烤人 对面一是有盾 二是有位移 并且伤害也很高 它是小脆皮 遭不住 是 而这边又进入 Fantantique一个熟悉的节奏 做一个131的阵容 那个拉扯 不给夏克林斯 任何正面的一些机会 夏克林斯这个阵容 其实在正面 有一些不错的开招手段 在现在一旦 被Fantantique摆住 131的一个姿态的话 他们确实很难 对于Fantantique 会处于正面的三个人 造成任何的威胁 Pike这边 是不是还要骚你一下 一勾 骚一下 也没办法 有点没办法 你没办法去烦打他 现在对于 夏克林斯来说 还得靠建模 因为和上把不一样 这把这个建模 损失阿波达给操到 他的建模比较厉害一点 然后再其次 这个得说一下 真实 对 我的完美他的建模 是没有阿波达给厉害的 然后还有一点主要是因为 这一把 左边是没有解治疗的 他只有一个点燃 他如果点燃放不好的情况下 这个 回头叮叮到海里桑 海里桑交一个E技能 一加闪现重新拉开 正面一勾勾到 但是交了一个水银 和一个闪现重新拉开 成为两个TP下来 这个TP TP到正面 比较近一点的 是一个卡尔玛 南部打招打得还不错 但是 好像没有办法收到人头 利桑还是差一点 海里桑还要继续追 这边一个蓝波 点灯笼 他走掉了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现在沙尔赫林斯已经有点乱了 这一波建模阵亡 对于沙尔赫林斯来的 我说实在太香了 这是沙尔赫林斯 中期唯一仰赖的点啊 而且你可以看到 反正这个进入一个烈士 甚至说我们说 他在场上的团战 不是百分百 能够拿下的时候 他们所做的一个操作是 他让最灵活的人 去吸引你最快的 就第一波的所有控制和伤害 然后当你交出技能来之后 反正这个直接TP来打一个反打 这边是把中卫给勾了回来 然后给了一个挟阵 但是自己的位置 并不算是特别好 有点危险往后撤 这得往后撤的 还是没大招的 但后续又来了两个兄弟 做一个包夹 但这个阵容是被反正这个 给撕扯开了 这边第一时间过去 是个海里桑 想要留人 但被建模拍了一箭 而上面的战场比威破 是个Ignar打了起来 这边选择点第一 是被比威被收掉的Ignar 下面的话 奥布达吉跟奥特曼 这边两兄弟 把自己给卖得太深了 奥布达吉这里 好像也没有办法 把他做一下 这边回起来的一下 大招这里躲掉了 但是自己好像 没有太好的办法 PF在上面又受了一个人头 而奥布达吉这个走位的 一个低位置 是很难以存活下去吗 存活下去了 因为反正提克想要大龙 饶你一命 但是我拿大龙 你可以活 但大龙我必拿 这边又是在23分钟 分天提克要拿到本场比赛的第一条大龙了 除非Chic抢 Chic有机会抢 他是有闪见 有大招 反正提克这边都很脆 扛不动了 阿布达吉 阿布达吉被练到了 若克里斯拉这个人头 旁边upside这里 大招还没拉下来 又被勾了一下 CV有点危险 羽毛已经消失了 却又开出一个想法 是满甲交出一个闪见 往后走又接了个灯笼 但是这里交了一段大招 上去又一段大招上来 那么此次收下了upside的人头 他斩上掉了 后期还想追吗 但位置有点不够 一个那是走掉了 那这一 利用大龙的这一波 毕竟是让反正提克 在之前的团战的胜利上 再度拿掉一个不错的人头收入 尔克林斯虽然没有说掉大龙 但是自己其实也亏得挺多的 因为掉了很多经济 对 可以看 之前的团战高光的一个回复 我觉得其实有点离谱 他这里有点想包 我是没想通的 因为他拦拨上去就是送 没大招啊 他拦拨上去就是送 而且他在两个兄弟TP的低神 都没有大招的你可以看 而且后续的Trick 包括Agnar 他给不了控制的一个帮助 被直接就拦住了 而且我们看B-Apple这里 他是属于 我被你勾到了没关系 你是有输出啊 那你们的输出 因为这时候霞已经走掉了 而Agnar这边被练住之后 Trick只能看到他倒下 而且Trick刚才就是他后面还会去找一下这个卡尔巴 他也没输出 是 而你看卡尔巴这边赶过来 刚好是遇到一个 这我碰到我的弯的 叫闪现 我叫闪现 闪现链子 求生硬是真的强 但是没有存活下 有点可惜对他自己而言 后续的话 就Fanantic 其实 第一次人确实肯定是想拿这个大龙了 但后续发现自己的可能坦度不大够 直接是集火这个Optoggy 说实话这把 我觉得Trick04 这把BP选的最好的点就是这个锤石 因为如果没有锤石 他被团面击 他已经被团面两波了 啊 啊 霞的位置太差了 是TP过来 来到自己的门压塔前 过蓝布的大招放的还不错 但珠妹的大招没有留到任何人 而且这里也是 被勾了一下 还要捡一个灯笼走了 我们看到 虽然说蓝布大招每次撒的不错 但是卡尔巴一个群盾下来 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 他只能在第一时间打一个不错的减速 你想要更多的伤害 更多的控制 可能就没有了 而且更多的伤害 自己人也跟不上 而且珠妹甚至空大了 这本来他通过珠妹的后续的控制衔接 是有可能有人偷的一个收入的 但这边是被 反正T的一个太极的打法完全给规避掉 而且其实我说一下 我给Chic圆一下 刚才他中了也没用 因为Brokesha是没交水银的 OK 他哪怕中了其实也没用 刚才是打得非常勉强的 而且我就想知道 赛克林斯这个阵容 如果兰波没有大招 他这个团战怎么打 是 然后目前的话 刚刚是给到了 目前整场比赛的一个 所有的伤害 可以看到 是Ethereal跟Bvipo打得更多 而且Bvipo这把是一个大哥卡尔玛 这是一个输出卡尔玛 我不喜欢这个称号 我更喜欢叫他核弹流 核弹流 对 因为他这个RQ打在身上 是要一半血的 这边过来有个机会吗 溜了溜了溜了 还是先去处理一下兵线吧 拿到上路的二塔之后 对于Fantique而言 这一波的进攻已经OK了 现在 摸得视野 摸得视野 夏克林斯很慌很慌 慢慢的往前探 这RQ没打到 旁边一勾摸一下兄弟直接溜了 而且这个卡尔玛杀 应该是要帽子 前面要往前找机会吗 围在射程范围内的是一个Brooks 而且有闪现的芒森 而且身上有水银在 确实很难留下他了 那夏克林斯也是直接放弃 这样的一个机会吧 如果说夏克林斯要赢 那肯定就是这个阿波达给carry了 因为 左边还是没有减治疗 除了一个点燃之外 但你知道就是一个问题就在于 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们一直提到 蓝波的大招很难有个好的发挥 然后猪妹也很难命中 那你会发现 阿波达其实也很难面对面的 看到对方的人 就他们的输出很容易 因为Fantantique的这个灵活的这种给拉掉 因为平行而论 剑魔其实是个奔逼英雄 他不是像以前那种两段翼的 他现在翼完一段是有一段固定CD的 他是没有存两段的 是的 所以这个英雄在面对有卡尔玛的这种 特别是左边几乎都要么卡尔玛 要么戴尾夷的 你剑魔挺难carry 就你知道夏克林斯这个时候在头上 就恨不得打上一句话 你过来呀 你不要走啊 兄弟我们来打架好不好 但是他刚好碰到是L1C最分路的队伍 第二分路 第一分路是Spice 但是Spice已经没了 第二分路Fantantique他就是 不打团跟你分带 是 现在经济其实已经领先很多了 领先8000块 我觉得 无论是在LPL还有LCK 现在很多队伍都是直接 大龙我 莫及莫及 把他拿了 然后三路分带的 但是 Fantantique就属于 如果我能分带 我是绝对不跟你说什么打团去动龙的 对 而且也提到了 就是他1-3-1的阵型一百开 夏克林斯没有任何办法 因为 无论是在单代点上 你 无论是分谁来看这个阿卡利 你都绝对是没有他有那么灵活 或者有主动权 你给不了他任何压力 而卡尔玛这边 清兵线的速度 也是比夏克林斯这边 任何人都要快一些 那这边战场的三个人 打野跟下路组合 要不就是太灵活 要不就是有一个水银在 给不了任何的机会 下一波 夏克林斯的盛面会稍微往上高 那么一点点 因为他AD三件套了 就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提到一个点 就是说夏克林斯这边 当自己的装备成型之后 中后期有一定的反弹能力 但是他这些伤害其实真的很难很难 拳拳到肉 因为 太灵活 对 太灵活 拉扯太恐怖 天下武功为快捕破 准备太快了 纠结坏 现在可能就是upset三件套 然后中单如果出了血手的话 阿布达给一十八伙死不掉 那正面团战 墨迹墨迹 还能打一个军事交换 军事交换是夏克林斯又赚的 因为往后拖 他这阵容 就如果双方都六成装 他这阵容还挺厉害的 就他的伤害的上限 其实是要比反弹体克更高的 但是中期实在太难了 拎不住啊 因为我们就看一个点 Odd1的这装备 Odd1的现在鬼输 他现在是面具都还没掏出来的 而Fanatic马上双火龙了 而这边这条火龙的话 夏克林斯应该也是知道 自己可能没有太多 能够增强的一个手段 这边直接是选择放了 但这样的放的话 无因事让当前的一个局势 是选上加双 Fanatic这把的龙是刷了一个三队 他刷了一个大三喜 是的 下一条是封龙 现在卡尔玛在吃钱 应该是吃完这波石头人 会加有帽子 感觉挺绝望的现在 因为你说 沙尔克林斯做错什么了 他这阵容前期确实应该是烈士的 讲道理如果你在前期什么 阿卡丽芒森面前打出优势 那挺可怕的 那只能说可能Fanatic有些失误嘛 但这场明显 刚刚宇彤也提到了 可能第二分头的一个队伍 Fanatic可能并没有 这个位置有机会 找到海里桑 海里桑这里应该是走不掉了 Odd1的拿到这个人头 这个人头很直血很直血 这边剑魔遇到的是个Bvipo Bvipo上去要打 剑魔开几个大招 但是技能都被走位给扭掉了 反而是被一个W罚站 这边还要继续往前拉扯吗 被反射打了一个Q技能 这边血量很低 过来的是个upside 补充了一下输出 而且旁边有个技艺 阿卡丽 阿卡丽这里交个E技能 将大招一段过去 打一个爆炸裹石头 让Nemesis收了下来 这边没有办法 阿尔玛闪先是打了一个Q技能 打了一个减速 后续队友是有可能 没有继续堆积的一个操作 我们看到虽然卡尔玛 他连 就是说他也没有鬼束线 也没有帽子 但是这边 心态阿波达克已经失衡了 他从一个4-2打成一个4-6 是 挺傻的 这在早期的时候 我们一直都提到 剑魔拿到那么好的人头 那么数量的人头 包括那么好的发育 他其实是可以期待 他在本场的一个发挥的 但 就像我们说的一样 你每一剑都砍不到 你想砍他的地方 你只能开大砍砍空气对吧 最后让自己感到窒息 Nemosis这里有点危险 他没大招 没大招 有闪现 回头有睁眼 这里有睁眼 他是知道一个那儿的位置的 而且确一刻 确一刻这边没大招 而且这三个人怎么走 但没有防御塔 好像没有回家的路 多赶了两个GP 但是好像没什么办法 被勾了一下 upside的这个位置 有一点点危险 沙尔克林斯 他是做一个追击的势头 现在这个大招定一下 定的是broker 但是正面来摸这个大招 撒得好像作用不是特别大呀 海里桑这里 W稍微隐身一下 回头勾一下 勾到是个trick 所以还是一个闪过去 搬家人都又被海里桑给收了下来 这边双方打了一个1换0 沙尔克林斯 选择往后撤一下 能不能先把中路的冰线再过去 逃跑的一个方向 好像还是会给他 反弹提克继续帮架了一个机会 broker在那边摸眼过来 今天走过updoggy的一个追击 而这边是四个人在打这个建模 自己的队友只想着怎么去走 或许派克没有斩杀掉 这边还在打 updoggy这边没有任何操作的空间 换掉了 不过 虽然换了一波 但是中路啊 中路这波冰线是已经到了高一坦 而且龙啊 这龙也没了 这龙反正这个血量是可以去尝试的 双C的状态都还不错 而且有Bvipo在 他们打龙其实不算太少 这样一波下来的话 upside虽然是交了一个TP出来 但是好像没有太好的办法 除非说这一个鱼叉抢龙 但是有点扯 这样的话 在时间32分钟 Fnatic拿下了本场比赛的大龙 这样大龙 还是拖的时间比较久的 Fnatic还是延续了自己 比较喜欢Fnatic的打法 是 而且 让Fnatic拿到这个大龙之后 孝灵自己这边已经没有所高的一个资本了 这边看一下龙坑 红Muff这波的一个团战 其实对于Odorone来说 他这把的发现空间真的挺小的 他的大招是必须得要对面位移技能放光了 之后他才能有作用 刚才这波虽然撒的位置还行 但是每人交给位移 你这大招就相当于没放 是 你看剑魔旋转跳跃我闭着眼 但我砍不到任何人 这是 因为真的就是在闭着眼砍 你知道 然后就往前打 不过这边Odorone打得真的很极限了 在最后是平A受到这个嗨上的人头 应该是带一刀剑气 如果没带一刀剑气 应该是杀不掉 致死剑气嘛 上一波 Odorone拿到了一个最高输出 3,900 而且魔旋转打得还不错 整体给自己的团队带来3,000的一个伤害 还是看得出来 萨尔克林斯这个阵容 如果正面应接 他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Fnatic不跟你BB 就分带 我都不知道分带怎么输 他这样让我想到一个表情包 你知道 就人家一个手伸出来 然后他那个表情就是 诶 你打不着 诶 没想到吧 身子异歪你打不着 这场就是明显能够感觉到 无论是猪妹的大招 还是蓝波的大招 哪怕是剑魔的一个三段Q 都是属于那种趁着边过去 但你给不到 关键一些伤害 OK 我算你就能打到 然后我要没有水银 要没有盾 要没有雾 要没有W加E的一个位移 真的 就我顶得住 反正这个时候想的东西就是 你这个伤害打到我顶得住 好吧 他这时候带着兵过来 再硬脱脱的给了一勾 但没有勾到人 而这时候防御塔就相继的 已经倒下了 这边推防御塔的速度很快 上路的高地 Rekos小卡拉下 塔拉扯了一下 中路高地塔也没了 下路也是到高地 现在Fnatic这样破 是稳破三路的 三路前推 上路已经放了 中路 这Fnatic 两个大炮车在这儿 好像是阿克林斯也没有办法 而且下路 这两个人互相扯头发 也扯不出个结果来 海里桑 这坐下指挥官 但是好像发现 自己现在是没有buff的 下路高地也破了 这边继续往前拉 去个想找机会 定到的是个海里桑 在海里桑 调整一下位置 后续伤害一个都没打到 反而是自己的拦波 被这个BVP给收掉了 一个核弹是直接送走了 这边没有办法 那这边扫人的情况下 阿卡丽已经用大招 进行一个清兵 下面还有三个炮车 左边有一个炮车 这边的话炮车 接连的轰着 是阿克林斯的梅亚塔 这局Fnatic 应该是可以拿下来 拿到了第二场比赛 胜利 同时拿下来三个赛点 我们勾计Fnatic 获得第二场比赛的胜利 那随着这个水晶的一个告破 也像宇童刚刚提到的 Fnatic有三个赛点在握 而且下巴他选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刚没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主要是我们也知道 他选红方的时候 他BP太难做了 他不能让对面一抢猫咪 也不能一抢卡牌 然后想了一下 就想了一下洛也不能放 因为洛这个英雄 两边都会一抢 对主要是洛的话 给到双方 就双方辅助都用得很好 然后第二点是 他也是你可以看到也是 欧城他自己特别喜欢的 一个下路组合的搭配 所以这边承担的BP压力 确实太大了 然后在后续的比赛 发挥里面 其实夏尔克林斯 是打了一个不错的 前期的一个对攻 打了一个不错的对攻 但是在后续的节奏里面 就完全的是被 Fnatic的一个 拉扯的阵型 给拉扯开了 嗯 夏尔克林斯这个阵容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第一把想打上半区 没打出来 这把想打 就是说 就像想打一个中后期 但他没稳住 中期权打回来一些 但是他一直碰到对面人 然后他每次去找机会的时候 对面就是一个水晶师 在套的身上 你没机会 任何机会都没有 是的 而且我觉得这场比赛吧 就双方对于 就 这两个 B5的前两局看下来 你能够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 Fnatic的在前中期 拿小龙 难道太轻松了 而且龙的属性 你还别说 和他们的阵容还贼契合 就这把刷了个三队 然后上完的话 有土龙进杖 有三水龙 三水龙嘛 而且我是个拉扯的阵型 我只要不停的跟你做一个拉扯的话 那他们在后续的一个容错的表现 肯定是要比夏克林斯会更好一些 我还是觉得 这把的阵容打得挺可惜的 因为他阵容选下来 我觉得选的蛮不错的 但是 被前击打得有点崩 而且 我觉得就像 夏克林斯教练也说的一个点嘛 就是说他其实 在最后采访的时候 他也提到了 就是说 他觉得反正这两手 就是那个卡尔玛 就也是你提到的那个点 就他无论是 其实他骗过了 夏克林斯的一个BP的选择 也骗过了 解说了一个预判 然后让他们在后续 有更多的 对线的一个主动权 第一把 他是拿了一个卡尔玛中单 是 然后之前卡尔玛是有上单的 而且刚才这么一摆出来 他拿了一个卡尔玛派克 一般就是说 如果大家一起看L1C的话 都知道 这应该是个AD卡尔玛 偶尘要用 但是 我偏偏不用 我给他上单 是的 所以也是给了对方 一个措手不及嘛 这也其实就是 中文说明 反正这个 我觉得就是欧洲现在 为什么被称为艺术赛区的一个点 就是他们的一个BP摇摆性 会比你想的更加夸张 你真的在他最后 阵容没锁定之前 你想不到他会怎么去分配 确实 也是没有想到吧 而且这把奥多安内 他的蓝博是这个赛季的首败 我们 就5-1 他现在就变成5-1了 本来是5-0的 还是觉得挺可惜的 他这蓝博如果说是 稍微能够打得 就是说前期作用更大的 会好一些 但是也说了那一点 他这个蓝博 怎么打作用都不会特别大 是要没有盾 要没有位移 那我们今天要聊得比较多 我们也是可以把镜头 给到我们前方的一个评论 洗一看 彭彭他们会带来 怎样一个精彩的点评 好的 谢谢两位前方的解说 那也先恭喜Fnatic 在今天对战争赛尔克的 一个比赛里面 先拿到了一个2-0 然后也是拿到了 等等会有三个赛点 是 手握三个赛点 相信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接下来的一个心理压力 会小一些 而对于射尔克零次来说 就可能会更加的严峻了 对 不过我觉得我们 还是可以从BP开始聊吧 因为其实我很认识 刚刚宇童还有科西 他们所提到的 就是包含Karma这个点 因为其实Karma 在前面的时候 我跟谷谷也在聊 就是Karma是欧城在 这个赛季其实最常使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 派克其实在Fnatic身上 虽然比较少让其他路来做使用 但是在G2上面 其实是有很多摇摆位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Fnatic前三手拿出来的时候 我一开始的想法也是 可能派克加上Karma是走下路 对 那确实也是 从欧城他们这一手 下路双人组带出来 我们后来全球性 都有这么一个下路双人组 但是他们最后选出来的 一手EZ的一个摇摆 感觉是摇到了沙尔克零次了 应该是没有太想到 对方最后的一个选择 会是如此也是导致了 可能先丧失了一部分的 一个主动性 整体来说 沙尔克零次这个阵容 他们还是比较的偏向于 后期一个团战的 然后上单选到了蓝博 也是上单位上最拿手 这个英雄之后 确实是可以去帮助他成长起来的 但是由于下路那一波 朱妹被抓了之后 也是导致他们打野位上面 节奏的一个丧失 没有人可以去帮助到 上路这一条线了